我敬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好 牧師先打擦一下 請問一下有沒有堅持鄉的泰爾族來這邊禮拜的 因為有特別受交代要關心我的同胞 沒有來 今天按照往例 每個月的第一個主日 牧師要教導我們有關於祈禱 禱告的一個主題 有很多人會相信一件事情說 禱告可以改變事情 這個答案可以講說對一半 或者說百分之三十 依照牧師的經驗 大部分並不是這樣的 大部分都是通過禱告來改變我們自己 也就是說禱告的基本目的是 把我們帶入到一個與天父上帝更加親密的這種 團聚的生活 藉著聖靈的能力 我們越來越像耶穌基督的樣式 可是這個禱告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稱之為受造的禱告 親愛弟兄姊妹 請注意聽牧師講的這句話 除非你心裡現在準備 我要做一個基督徒的話 那麼你一定要學習禱告 否則的話 要按照我們自己的想法 去建立一個持續性的 一個紀律性的禱告生活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同時也因為我們不能夠維持一個紀律性 持久性的禱告生活 我們就不能夠有辦法更進入 與神更親密的關係 基督徒對你我來講 不可以成為一個概念的問題 或身份認同的問題 卻沒有過一個紀律的祈禱的生活 如果是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去過一個 活出一個基督徒的生活 持有基督徒的身份 你我都很清楚 那是怎麼一回事情 信仰是一個將心比性的問題 你很清楚 屠有基督徒的一個身份 卻沒有真正與主之間建立親密的關係 這樣的屬靈生活很容易被人看穿 我們是空洞的的一個屬靈生命 屠有知識性 卻沒有屬靈性的信仰內涵 遇到事情 立刻以人的性格來處理 如果用耶穌的比喻來講 我們這樣的一個信仰生活 基礎建立在沙土上 遇到風雨 立刻就垮掉了 所以信仰生活本身的基礎是行數 行數 我們像天父一樣 這個問題就來了 是我行數像你嗎 我怎麼可能呢 我不認識他 是你照我 我怎麼靠我自己能力行數像他 更加光我們的個性 一天捕魚 一個月曬網 高興來禮拜 不高興就不來 高興禱告 不高興的禱告 我們怎麼可能體會這個奧秘呢 行數不是由我這個角色立場去向他 而是要求聖靈來行數我向天父 剛才讀了聖經裡面 我們很清楚看到 聖經幫我們形容說我們是像上帝手中的土 塑造 像他要的沁米一樣 那麼既然上帝捏好我們 就送去到燒藥當中去燒烤 你想 這個過程你必須是柔軟的 你必須是謙卑的 你必須忍受的 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會痛苦 是辛苦的 所以我講到這邊的時候我心裡會想 難怪有的人會覺得說 當基督徒沒有味道 我覺得上帝可能會很難過的說 是你沒有味道 是你還沒有找到那個路程 我們一生的使命 異象是從上帝來的 有的人二十歲就受洗 有的人四十歲就受洗 但是受洗不受洗 跟你真的能夠去領悟到 上帝在你生命當著使命 那是兩碼的事情 那是兩碼的事情 有很多人當到後來才知道 我活了才知道這是神給我的使命跟異象 那麼請問你的意象 我的意象誰給的 還不是他給的 所以你不殷勤問他 不謙虛問他 我們不可能的 再來 人的熱情是被外界感染被挑望的 如同門徒在耶路撒冷等候聖靈的降臨 明明他們是已經跟隨耶穌基督三年半的時間 難道他們熱情沒有辦法嗎 也就是說不 你還是要等 如果以前的門徒這樣做 難道我們不應該也是這樣等候神的聖靈降臨 而且是持續性的降臨嗎 怎麼可能你是高興就說了 怎麼可能你自己說這樣就是了 不可能的吧 所以塑造是由外而來的 由上帝來的 我不可能塑造我自己 即使我自己想 方向不對 方法不對 內容不對 然後你說說這個教會有問題 不是這個教會有問題 是我有問題 我們生活習慣是外在塑造的 不是自然而然的 我怎麼會這個個性呢 他們是我的父母性影響到我 外在來的 同樣的我能夠述說上帝的言語 如果沒有聖靈的歧視 我沒有辦法說出令人感動 讓自己感動 讓自己有歧視 讓別人有歧視的言語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謙卑來學習 這樣看起來 全部一切都從上帝來的 禱告 神要行錯我們的靈命 因此靈命的塑造跟禱告 就連在一起 我們很難去切割開來的 牧師今天從幾個角度來跟我們分享 第一個從辛勞到歡唱 也就是說 禱告一開始的時候 它的確是比較辛苦的 那麼甜蜜享受的禱告 並不是初階的就馬上就會有 因為我們一開始不穩定 然後我們的那個惰性就常常出來 心中有從這個掙扎 大德蘭這一位靈修的大師 他用禱告四個階段來說明 說把我們屬靈生命比宇宙花園一樣 那麼上帝在這花園當中拔除雜草 另外栽種的花草樹木 那我們也都知道 栽種了就必須灌溉了 那麼禱告就是灌溉所需要的水 那有四種方式我們在飲用水去來灌溉 第一個比較勞力的 直接在井水裡面去打 那需要勞力 第二種呢 運用一些這個器具 水輪啦或者是水桶啦 磅布啦 這些東西來幫助打水 第三種呢 他運用吸水 很多稻田很常常都是用這樣 但是比較高的地方就困難啦 第四種最清神的 上帝按時候降下雨來 初學禱告好像是井水打水一樣 我們需要付出代價 所以因此辛勞操練的初階 我們應該要堅持 千萬不要被感覺左右 今天感覺對了 我就多禱告 今天感覺不對了 我不去禮拜 我不禱告 不可以用感覺 禱告的生活是意志的決定 不可以一時的感動 有不少人禱告是失去興趣的時候 他們注重感覺 以興趣為主 所以禱告必須有信心有堅持 這個階段當中注重的是定點 定時定行 要養成習慣 定點就是固定一個地方 耶穌教導我們說 進內屋關門 天父在暗處查看你 那意思說在那個地方就是至聖的地方 很多人認為說聖節的地方是在教會 錯了 聖節的地方是你認為哪裡安靜的地方 單獨會主 那個就是至聖的地方 摩西在曠野的時候 上帝出現跟他說話 就跟他說把鞋子脫掉 因為這個地方是聖地 摩西突然之間驚嚇到 哇 這個地方是上帝臨在的地方 那就是一個至聖的地方 親愛弟兄姐妹 有很多人把聖所放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他把家裡不當作聖的地方 他不把工作地方當作聖的地方 我們更不要講 保羅把聖的地方是放在你身體裡面 所以耶穌說 你在聖殿要獻祭的話 你心中想起 你跟某一個弟兄 還有爭執的時候 放下你的祭物 離開聖所 去到那個地方跟他和好 再回來獻祭 弟兄姐妹 明白這個話語嗎 你獻祭的心比獻祭的動作更重要 所以我們的身體就是聖結的地方 至聖的地方 這是我們生命當中 可以與神相遇的地方 我們一說阿們 你不可以有所謂的生活 是隨便的 敬拜是神聖的 沒有這回事啊 那什麼叫做上帝在暗處觀察我們呢 你特定的一個椅子 特定一個角落 那就是一件事情 你就禱告 固定一個地方 迎接上帝臨在 記住 淺薄的禱告操練 產生淺薄的屬靈生命 它跟你的信主的事件完全無關 第二個定時 耶穌有定時禱告的習慣 但你一天三次固定 雙膝跪下朝向耶路撒冷 感謝上帝 日日如此 有的人說阿牧師 我這個人是隨時隨地的禱告 我說真好 我告訴你一件事實 用隨時隨地禱告心情的基督徒 也就是他隨時隨地不禱告的基督徒 那些會隨時隨地禱告的人 已經是建立一個固定時間禱告的操練 站在這個基礎上面 不是吃素的問題 還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我定時 我定點 我就展現一個意願 我就展現一個誠實 父啊 我來到你的面前 你準備好了 神就在觀察你 神的觀察待你很久 非常非常的久 大天使就出現了 但一臉 你禱告很久 我們早就知道了 因為有攔阻 所以遲到現在才來 加添力量在他身上 如果你如果禱告 都是這個態度的話 為人代祷你是大有能力的 這個教會會復興 你本身也會復興 我們一起說阿們 你小看禱告的能力 我告訴你 能力就小 我從來不敢對上帝 有這樣的態度說我小看 我也從來不敢 以前我會有自卑感 很強的時間 在我高中的時候 甚至大學的時候 我也很強 後來邪靈攻擊我 我從那個時候 就否定的這件事 身份一件事 我不能夠決定 我的身份 不能決定我的家庭 但是我已經可以確定 父 上帝 他與我同在 他剛強我 操練我 他會讓我成長 定性 這個很重要的 牧師等一下會教大家 宗教改革家 馬丁路德 開始在改教的過程當中 他拋棄了很多 舊的一個固定的習慣 他重新改寫許多 一個靈修的操練 提供給一般的信徒來使用 我們現在可以介紹一個叫做 主導文的禱告 我們來念一段一段 念左上角第一段 請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名為聖 好 我們在主導文儀式當中 可以這樣從全篇來念 但是如果你要操練的時候 一段一段來 這個呢 這一段話 就是幫助我們建立跟深化 與上帝之間的關係 天上的父是我的主人 他是我的master 請你開始回想 請問你把一生當中 當作他是你的主人嗎 去思想 第二個我們來讀 約你的國降臨 約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這一段 就讓我們深思 尋求上帝的旨意 我們要尋求順服 神的旨意 要降臨在地上 最先 他要降臨在誰的身上 不是在外面 是在我 在你 順服嗎 耶穌講的話 要赦免 你順服嗎 你說我受不了 耶穌說你要十分之一 我才不要 耶穌說你要這樣愛人 我才不要 你順服嗎 哪有每個事情都讓你都明白個徹徹底底你才來順服 沒有這回事 你要順服 小的時候山上有個池塘 我的爸爸要我學習游泳 就把我丟到池塘 其實那池塘不不深 我如果腳蹬起來的話 大概到我的鼻子上面 因為那時候我還很矮 那個池塘是有養鴨 還有養鵝跟我們一起生活 我說過我的山上沒有鄰居 我的鄰居就是動物 所以我們抓鵝的時候 抓鴨的時候就跟他游泳比賽 我剛下去的時候我會怕 但是我慢慢的就聽我父親的話 你就放輕鬆 我慢慢飄起來 第三個我們來念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吃給我們 前面的第一個第二個是先求 上帝的國跟上帝的義地 第三個我們生活需要 我們來交托給他 如果一個人都先順服上帝的國度 愛他的時候 他必照顧我們的 我們信心的功課常常會 會從這個地方開始建立起來 可是大部分的人 當都是顛倒過來的 我的先來 我的事先來 神的事慢來 第四個 沒有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人的債 你看這個功課難學 這個功課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 我欠別人的 主他赦免我 我欠別人的 我傷害別人 我傷害上帝了 我傷害自己 第二方面是別人傷害我 你可以饒恕嗎 饒恕一個你不喜歡的人 這是一個操練 你說太難了 聖靈卻說 我要你學習 你如果這一個步驟 沒有辦法學習 下一半 下一個階段 你不能夠晉升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學習忏悔 牧師說過 滿德拉的故事對不對 27年關節日當中 可不可以啊 他可不可以報復 可以啊 曾經幾弟兄 在這個地方 舉行了告別禮拜 你讀他的書的時候 我發現白色恐怖的人 一百個當中 九十八個人 都是鬱鬱寡歡的 我同班同學有兩個 都是讀這個 國小的同班同學 兩個都是讀 日本的醫學的大學 那個時候的政府 寧可挫殺一個人 所以大肆地抓捕 高知識分的人衝不下去 你才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他們全家人 都是活在一個很灰色的地方 突然之間我們說 不要講話 不要跟他們接近 他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我的同班同學 突然之間很冷漠 我想表達對他的這個好意 他拒絕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家人告訴他 不要跟別人往來 他們不斷要被追蹤 他們要常常固定去報道 而曾經幾弟兄 卻可以在精美的看守所 他很自由地去講他的故事 就是寫出來 我告訴你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 上帝黎明在他監獄的過程當中 有人給他神經 有人給他患不甘全 他翻轉 他翻轉 他從神的眼光看自己 因此他在 當到老的過程當中 他說這是我人生當中 另外一個快樂的開始 你可以用我的眼光 自己的眼光 看自己是多麼悲慘的 然後用可憐的心情 受傷的心情活到結束 或者你可以翻轉過來 用另外的眼光來看你自己 所以不明白 但是你允許上帝說 我可以用什麼眼光 來重新詮釋我的一生嗎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叫我們脫離凶惡 這是一個操練屬林試探 很認知 一個紀錄徒很認知 他成為一個精兵 他沒有能力贏過魔鬼 是一回事 但是起碼可以靠著聖靈的裝備 抵擋 可以抵擋 最後說因為國度權柄 全是你的 我們高舉上帝 榮耀上帝 有一位作者叫做 湯姆斯他寫了一段主導文 他說 不認識耶穌的人 禱告時不會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希望自己受人遵從的人 禱告時的時候不會說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所拒絕上帝掌管的人禱告 不會說願你的國降臨 不順忠上帝的禱告 不會說願你旨意行在地上 追求世界生活的禱告時 不會說如同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認為靠自己 就能夠生活的禱告時候 不會說我們任你時 今天赐給我 不饒恕別人的人 禱告的時候 他不會說沒我們的在 一個犯罪的人禱告 不會說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與上帝 以撒旦做朋友的人 禱告時不會說 救我脫離凶惡 親愛弟兄姐妹 這是一個主導我們禱告的模式 光是一句話 就可以做一篇很好的講道篇 我們看下面一個從 行數的禱告是一個從頭腦到心靈的 我們禱告常常會放在腦部 我們讀靈修東西放在腦部 我們看到別人禱告的遲早 這麼樣的華麗 這麼樣的莊嚴聖節 然後自己禱告就說 哎呀我都不會 所以我們趕快要整理 剛開始的確是如此 我記得大學的時候 我們在淡江的這個 我們叫做牧羊草皮 圍了一大圈 大學一年級的基督徒 圍了一大圈 那個校園團記 他們都知道我是牧師的孩子 所以叫我最後一個禱告 你知道那個時候 圍了一圈有四十個人 我沒有一刻安靜 我很緊張 我從來沒有公開禱告 從第一個禱告一到三十九 我通過沒有聽他們禱告 我都會緊張 到最後我也是糊裡糊塗禱告 那是一個開始 可是禱告是從頭腦到心的 我們去看雅各書 是形容一對戀人 形容夫妻之間的互動 來比喻上帝跟人之間的契合 熱戀的人 彼此之間不會停留在觀念的 概念的分析 他們都是心心相義的 在那邊溝通的 詩篇也是許禱告最好的一個教材 去讀詩人他的心情 寫出來的都是刻苦銘心的 包含許多的喜怒哀樂 交織複雜的感受 抒發在內心 向上帝陳述 都是很好的一個操練 他們都是用心靈禱告 所以你不必擔心你說什麼 你就說出你的感受 說出你的感受 在金門要退伍之前 我常常的憂鬱的 也不是憂鬱就是不知不怎麼高興 擔心以後去哪裡 我覺得我什麼都沒有 我就是希望能夠抓住一個地方 那是我的方向 木麻黃長得非常高 我們這個基地 營地在那個土地下面 我就獨自一個人上來 每天禱告天天禱告 有的時候跪 有的時候站 我的同事看著我 我說你一道長 在那個樹下面走樓走去幹什麼 你是不是匪爹啊 那是個心情 每個人都可以 第三個 行錯的禱告是從混亂到靜默獨處 靜默獨處是什麼狀態 就是放下你平時的動作 操練獨處 離開草召的聲音 離開人群 刻意安排一個時間跟空間 與主相遇去聽他的聲音的同時 聽你的聲音 我們去泳池的時候 你潛到水裡面 你立刻有能感受 你聽到自己的心臟的聲音 有嗎 然後你突然之間覺得 你很靠置自己 好像這樣 獨處很像這樣 注意一下 獨處跟孤獨不一樣 獨處是與上帝同在 與上帝相遇 孤獨不一樣 孤獨是只有你自己在一起 你不知道幹什麼 尤雲說 不會獨處的人 就不知道享受寧靜的生活 在混亂的生活當中 我們需要獨處之論我們的生命 沖澀跟沖食這兩個詞 我想大家都知道不一樣 充实的生活 往往告诉人家说 我很重要 想跟你约会 我很忙 对不起 你看到没有 很忙的人像那个祭司跟文士一样 走过这受伤的人 他们想发出一个灵敏的心 没有时间 他们把自己的时间 比服务人群的时间 来个更贵重 更重要 如此就戳脱了好几次 代替上帝行善的机会 请你分别一下 你的充实在哪里 他带给你充实的生活吗 更重要 那个充实的生活 会让你回到神的面前 享受安息吗 第二个 独处让我们转化生命 这边有一个词 知识跟受造生命 一个是information 一个是formation 我稍微查了一下 format 在我们用电脑中 是要格式化 我买了一个 UV盘 我把它format 我要这样做 我要这样子做 把它分割开来 我要把不同的格式 给我不同的功能 那问题来了 我的生命 谁最了解我 谁可以format我的生命 是上帝 他懂得如何的format我自己 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方操练 什么时间跟谁相遇 什么时间去领受 什么样的装备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称之为转化 transformation 我们就扫了前面这个字 转这个字 你懂一大堆的知识 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法利赛人 在耶稣的面前看出来 看起来就像一个分土一样 好像保罗自己形容自己一样 因为他们都是聪明的人 可是很可惜 没有转化到上帝 要他format的地方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 你拿那个盐巴跟光 一直拿到那个地方 干什么 不去融化自己 不去点亮前面的方向 不去影响你周遭的人 你一直光照你自己做什么 其实去检视 圣经整个道理从头到尾 当扫罗 当他自己得到权势的时候 他开始想要过自己生活的时候 神的良心就出现 就跟他讲说 听命胜于献祭 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急好吗 慢一点 等上帝 行说的祷告 常常让我们步调停下来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 我很成就了 生灵有的时候不高兴 不要我不要给你走 不要给你 行说祷告 常常不让我们多 行说祷告常常让我们少 行说祷告常常不要我们充色 而常常要我们空间 就像我们烧木材一样 你把它放一大堆 火就找不起来 你把它有空空间的 氧气就进来 烧的就火了 就旺了 我们生命需要旺的一生 我宁可活得短燃烧 这个世界 我何必活那么长 徒留自己 拜占地土 空有一生 没有荣耀上帝 有几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操练转化 第一个我们来学习 从诗篇来聆听上帝的声音 我们来读 请你们要 请你们去体会 这个世人说的话 要休息 我们很多基督徒 不会休息 礼拜天 也搞得自己很忙 有一次安息日 结果更忙 更乱 每一天也要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要聆听 自己身体的声音 突然间生病了 我告诉你 神可能要你休息 神就透过生病 让你休息 神透过你家里 出了事情 让你休息 神透过一些状况 让你休息 因为上帝要爱你 你爱这个世界 太多以至于 都不理上帝 第二个 我们要听自己的声音 我们来读 读 读 他说话 我的心 我们有时候听我们的声音 那么焦躁 焦躁 有的信主很久 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 哎呦 怎么那么刺 很刺啊 很刺啊 你知道行硕的生命 比较不是自己看得出来 别人看得出来 教会有位弟兄很爱牧师 说牧师 你的肚子三个月 所以他就教我一些瘦身 我的确照他的方式 这个一个月当中 我不自觉的 别的牧师看到我说 哎呀 撒拉牧师你的 为什么你的下巴的肉 不见 我才知道我下巴有肉 你知道吗 这个时间 这段时间一个月 我瘦了差不多 1.5公斤 不多了 但是我的腰带 以前是两孔 现在是三孔 三孔 知道吗 什么意思 皮带 可以扎三孔 表示我的腰越来越苗条了 对 这个过程 我把它形容说 这个过程当中 我要付出代价 行硕倒是要付出代价 所以我们开始要 行硕的时候 让自己焦虑 安静下来 听上帝对你说话的声音 第三个 我们要听别人的声音 我们来读这段话好吗 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 这段圣经你默想的时候 你真的会发现好多好多的东西 值得让我们去思想 17岁离开自己的爸爸 被自己的兄长给出卖 我还以为你对我那么好 只不过是一个彩色衣服 有那么严重吗 被卖了30多岁 这个过程当中 他经历了很多的东西 按照人性当中他会想 有那么一天 有朝一日 如果我有力量的话 我非要报复你可不可 这是人的长情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约瑟也经历上帝与他的同在 他莫名的有智慧 他莫名的可以解释一些 超自然的东西 他开始经验到说 不对啊 不是那么一回事 有一天当他得势的时候 他真的发现 上帝的预言就这样成真了 透过饥荒展现他的才华 救了以色列的同胞 也救了埃及的同胞 这时候他们的兄弟都来了 爸爸过世的时候 每个人都非常的害怕 他们心想 糟了 爸走了 我们以后 明天恐怕就走了 你看到没有 约瑟独处哥哥的心里面的声音 他说我没有办法代替上帝 我以前不了解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现在我了解了 放心 我会照顾你 我会养你 也会养你的儿子 我告诉你 叫人的放心这件事情 是多么的多么的重要 在危难的当中 有人跟你说你放心 就表示我大有能力 我的肩膀可以给你靠 一个女人会嫁给男人 那个男人就是 就一个肩膀给你靠 你放心 跟着我没有问题 我穷的话 我们一起穷 不要离开我 约瑟的过程当中 不就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转换吗 他读得出来别人的声音 所以我们在为别人祷告 体贴人的时候 请你要读出别人的声音 你要读出别人的情况 你不要那么快就发出你的 那个抨击的话好吗 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有他的心声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他跟其中的强盗说 今日你与我在乐园 耶稣读出他的声音 他可能很快 他可能很快 我常常形容一个人 一个人很快 比较糟糕 还是一个人很毒 比较糟糕 你这个人好毒 你这个人好坏 不太一样 请你读出别人的声音 我们需要花时间操练 第四个 聆听世界的声音 上帝怜悯我们 赐福给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我们用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请问 你有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吗 如果我们用上帝的眼光 看这个世界 你的心就会宽广了 如果你的眼光 是用自己来看 你的一生当中 就是贪 抓 那是合理的 因为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就正如保罗讲的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 我们基督徒最可怜了 不像世人 他都抓 他们很聪明 在台湾我们可以算 好多人比我们有钱 太多太多了 所以你在那边就觉得 觉得很自卑 啊 我没有这个家庭 啊 我没有这样的这个家事 啊 我们要这样学问 我们一直越比 越比越 越惨 错了 翻转过来 再惨 天父上帝是你 最大的依靠 我们看 聆听 上天的声音 我们来读这一段 我观看 你指头 所造的天 并你 所承设的月亮 星数 便说 人算什么 你敬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敬顾见顾他 你叫他 比天使为小 并赐他 荣耀 尊贵 当你读这一段神经 我相信 你的世界观 你的国度观是宽广的 你会帮助 这个世界 帮助上帝 管理这个世界 你不会创造 自己的财富的时候 甘心乐意去破坏 这个大自然 不会 当你创造财富的同时 你就问上帝 我要怎么样去帮助 这世界 其他的人 事实上 我们能够用的多少 就这么一些吗 是不是 你的态度就关 所以这个世界 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我们不可能没有管家的概念 我们如果是管家的话 这一段话你会放在心里面 上帝把我塑造在这个 用泥土塑造出来的一个器皿 叫做他的管家 海水升温 天气的变化 与我没关系吗 不会的 你从小处就可以宽广的心胸了 所以一个爱祷告的人 从神的眼光 开始扩展他的生命 一个基督徒 他所创造的一切 他都问上帝说 神你给我这个talent 你给我这个专业 给我知识 一定有特别的用意在吗 圣灵会说 是的孩子 你再好好去想 我要把你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你向我祷告 所以门就会开了 门就会开了 一个祷告的动机 如果说神我要更多 我告诉你 神就不把奥秘给你 因为你太贪了 但如果你翻转 你祷告主 你给我做什么 我可以怎么服侍你 我告诉你 神就给你开门 你就懂得运用神的恩赐 在神所喜欢的地方 神不会给他的孩子 神成为一个贪婪的基督徒 门徒跟着耶稣 约翰的妈妈 说到你德国的时候 一个坐右边 一个左边 你看到没有 跟随耶稣 到了这时间点 他们还是想荣耀自己 我们不可否认 我们都会有这种心态 第四个 说的祷告是从独白到对话 什么叫独白 自己说 对话是我们说同时等候 有一个信徒 他学习祷告 他说我立志要每天两个小时祷告 他六点起床 他从祷告六点到六点十分 哇 祷告了 没了 他心里想说 哇 才十分钟 他心里想把桌包拿开来 带导师这样 哇 还很多 要继续祷告 六点三十五分 他说上帝啊 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祷告了 今天到这里可以吗 独白的祷告 让我们常常受限在我们脑筋里面 所想的东西 但是我们忘记了 祷告是个双向的 我们要等候神 和神心里祷告是个双向的 我们要聆听神的祷告 其个我认为说 刚开始祷告误以为是上帝听我说话 但是当我祷告久之后 我慢慢知道原来祷告是我要听祂祷 听祂的声音 耶稣教导门徒讲了这段话说 你们一起来读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闭门垂听 你们不可效仿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有人会说 是不是这样我就不要说话了 不是的 祷告不是你说话的 那个词多少的问题 而是我们的心事意念 态度的问题 如果态度心事意念 调整对的时候 你不会在乎时间 你也不会在乎 祷告的迟早的问题 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真的十分钟 那就十分钟 可能就真的是一个半钟头 你知道吗 超过了 也因为如此 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聆听的操练 今天牧师没有办法讲下去了 我只要讲一个故事 大祭司以利 他把撒末尔接到圣殿 准备接续他的工作 有那么一天 上帝对撒末尔说话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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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三次跑到以利的面前 说夫子你叫我 一定怎么说 我没有叫你 后来他恍然大悟 下一次 如果你再听到声音 你就说 耶和华上帝 我在这里 你 我恭听你的话语 撒末尔年纪很小 所以我告诉大家不要紧张 上帝对你说话是他主动的 我们一起说阿们 他主动的 当这个人对的时候 他就主动是他照我们 他自己会用他的方式 途径跟你说话 可能跟圣经直接跟你说话 可能是现在的祷告 牧师讲到神跟你我们心灵上这样的互动的回荡 有的时候是你看到个状况你感动的 有的时候你路过的时候 你看到个状况的时候 你有心情了 所以一想一梦感动 心里面的这样的这个感受都是可能的 如果是为了神的这个至圣的目的 都会导向我们靠近上帝 所以你不用去管方式的问题 他会跟你说话 只要我们态度对的时候 主啊我恭敬在你的面前 打开我的心 我谦卑的聆听你的话语 我定时定点定行 我刻意要与你相遇 请你向我说话 我们大致说阿们 祷告以前牧师要用一首歌 刚才你们一起来唱 有一位神我们来回应 我们用诗歌一边来祷告 一边来回应 请放在有一位神这个power point上面好吗 想办法我们去默想 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上帝就是与你同在 祂没有那么远 祂很伟大 但同时祂很近 你不要搞得那么远 祂爱你 祂主动给你守华 有用上帝 祂创造万物 有一位神 祂爱你 有用上帝就是会 有用上帝就是跟我们 一人个人 我从来的一位神 明教也得慌 有全力荣誉 我从来的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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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站起来好吗 一位神大声来伤 有全力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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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明教也得慌 有全力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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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今再有在地神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华 有权为荣耗 有罕天之爱 是心在尽在 永在地神 大声来唱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我们神的地神 名叫耶和华 有权为荣耗 有罕天之爱 是心在尽在 永在地神 再一次肯定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回忆的神 名叫耶和华 有权为荣耗 有罕天之爱 是心在尽在 永在地神 有权为荣耗 有罕天之爱 是心在尽在 永在地神 我们眼睛闭起来 我们安静一点时间 每个人都开口跟圣祷告 祂是你的上帝 祂要对你说话 祂真的还说孩子 祂太忙了 祂跟我那么久 等你都没有抓到窍门 我多么希望跟你说话 不要用你的方式来找我 你要安静在一个地方 我会找你 我会找你 你很苦我知道 你有受伤我都知道 孩子是我生了你 我怎么不了解你呢 我要受伤你 你在我手中是土 你那么硬 你那么固执 你要顺服下来 你要柔软 所以我家里有水在你身上 这个水是我的泉源 这个水是圣灵 要柔软你的心 请你爱你的家人 请你爱你不喜欢的人 请你开始爱你周遭的人 你是我创造的人 你是可以成为 发光的一个光源体 你是有影响你的眼 你不要自己放在一个地方 不去影响 孩子 扩展你的生命好吗 扩展你的心胸 宽阔你的眼光 上帝说我要爱你 你在中立教会好好的生活 好好被一个牧师的教导 好好服侍小主 好好地将自己的生命 埋在这个地方 上帝要使用你 不要自己过一个孤单的生活 我不要你孤独 我从来没有喜欢你孤独 我要你分享 我要你快乐 我要你健康 我们跟上帝祷告 我们一起开口祷告 哈利路亚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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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话 你说的上帝 你没有离我很远 你爱我 你触摸我的心深意念 我把我的生命都交通给你了 我已经相信你了 这世界所有的荣华富贵 主啊 我都看见 如同报道所讲都是分土 主带领我定静在你身上 如果我的生命一切当中 离开你的命定 离开你的生命 我就是枉然了 我枉然了 我夸耀我直播这一生 不 主啊 我要夸耀永恒 一直到你面前 我要被你夸耀说 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父啊 我再次把自己交通给你 可以就上帝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在这个众力教会 彼此兄弟姐妹 彼此相爱 让我可以开始影响到别人 我相信你可以改变我 塑造我 塑造我 改变我 修剪我 奉靠耶稣基睿的祢祢祷告 阿们 我们再唱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名家昂悦歌话 有权的荣耀 有恨天之爱 是尽在尽在 永在的神 在预众内 明天 明天天 忐祢祷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